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是我的奇迹 我能够遇见你 不需要任何约定 每时每刻是那么亲近 我是你的大灵 我要与你同行 是我生命的主 也是我爱你 你可以重复多一次吗 好啊 你们有在听吗 到一次吧 我刚才在做个东西 无论是 怎么会ABCD 1234 我都过不清 生在那迷惘时刻 不得缺乏 我爱什么的东西啊 在弯弯时空虚实 心归有你 不离不弃 我真想告诉你 我真的爱你 我为了呀 I love you 你是我的基地 我能够遇见你 我需要任何约定 每时每刻是那么亲近 我是你的大灵 我要与你同行 是我生命的主 也是我爱你 你是我的基地 你是我的基地 我能够遇见你 不需要任何约定 每时每刻是那么亲近 我能够遇见你 是我生命的主 也是我爱你 你是我的基地 我能够遇见你 不需要任何约定 每时每刻是那么亲近 我是你的大灵 我要与你同行 是我生命的主 也是我爱你 是我生命的主 也是我爱你 是我生命的主 也是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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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感觉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那我们一起来念求借新注文 弟兄姐妹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和忧虑 来到耶稣的面前 领受从他而来的喜乐和平安 Amen 领受天堂来的喜乐 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 我感受你奇妙的爱 在我生活中 常与我同在 领受天堂来的喜乐 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 我感受你大的力量 拼尽我心中 极大的风浪和泪 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 我心不再忧愁失望 因你是我生命力量 Hallelujah 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 苏天吸了血在监力 充满默息 我要宣告我们不再被忧虑捆绑 神今天要释放我们 祂的笑脸要光照我们 要帮助我们 你永远居住在监力量 领受天堂来的喜乐 那是我心中 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 我感受你大的力量 拼尽我心中 拼尽我心中 你永远居住在监力量 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 我心不再忧愁失望 你永远居住在监力量 你永远居住在监力量 Hallelujah 我要永远歌颂你生命 苏天吸了血在监力 充满默息 就是现在 你吸了充满默息 苏天吸了血在监力 充满默息 苏天吸了血在监力 充满默息 å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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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å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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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你的荣耀降临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你自明 因你荣耀我不足敬拜 我手找是为了敬拜你 我手找是为了荣耀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主 因你荣耀我不足敬拜 圣在圣在圣在 圣在圣在圣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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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得生残爱待 圣在圣在 圣在 圈地向你跪拜 最贵荣耀 都贵宝座高雅 我手找是为了敬拜你 我手找是为了荣耀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主 因你荣耀我不足敬拜 圣在圣在圣在 圣在圣在 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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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地向你跪拜 尊贵荣耀 都贵宝座高雅 圣在圣在圣在圣边 偣שות自己的 gereal 접 Startingör 圣在圣 seven resort 圣在圣以上 圣在圣 theirs 圣在圣制 Corey 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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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ead 日日夜夜 不听闲声 赞美陷阱 永不断许 日日夜夜 不听闲声 道歌如香 不听生气 日日夜夜 不听闲声 赞美陷阱 永不断许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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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哉 金哉 永哉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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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的手擦太耐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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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跪拜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高耀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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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哉 金哉 永哉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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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的手擦太耐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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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跪拜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高耀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高耀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高耀 人混berry 和合 fight 虞然 荣耀 都归宝座高耀 庄宝座高耀 欢迎 欢迎 今天早上 欢迎我们 主类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的朋友们 在我们SCC 线上的主日崇拜 向你左右的人说 平安 平安 愿神的平安 与你们同在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朋友 如果你第一次来的 我们欢迎你到我们的留言区 可以 互相的交流一下 接下来 我们有家事 好消息要报告 现在呢 我们开始教会呢 我们有圣洗礼 如果你一败心 决志 耶稣基督 成为个人的救主 来领受圣洗礼 你可以向我们的祖长 或者我们教会的同工 来领取这个报名的表格 接下来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正在期待着的 就是中秋节 我们很快下个星期五 我们教会就 庆祝中秋节晚会 9月17号 晚上8点半 我们用JOOM来进行 来庆祝我们的中秋 所以我们的中秋节晚会呢 当天晚上有些什么节目呢 我们有游戏 因为我们的游戏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赛 中秋节呢 你知道需要什么吗 最重要是什么 中秋节 大家不用我讲 你都知道要什么了 第一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有什么 月饼哦 月饼 这个月饼很好吃哦 里面有蛋黄的 是我的最爱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 灯笼 啊 还有灯笼提灯笼哦 我们的小朋友哦 啊 我们家庭里面的小朋友哦 叫爸爸妈妈买灯笼给你 我们当天晚上我们提灯笼哦 大家来日饶日饶 接下来呢 你还可以冲衣服 漂亮的品茶 来欣赏我们的中秋节的晚会 啊 这是我所介绍的 还有我们还可以什么 中秋节我们还可以啊 加上有菱角啊 加上还有小芋头 还有那个什么啊 鹿窑啊啊 啊 柚子啊 啊 所以呢 我们一起来庆祝中秋晚会 虽然我们不能够尸体一起 但是我们用用也可以大家一起来欢庆 一起来享受你吃什么 我吃什么 大家来啊 在这个时刻来庆祝 特别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朋友哦 邀请新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中秋晚会 我们接下来又有唱歌啦 又有分享啦 还有我们有拍照 所以朋友们 玉兄姐妹们 是不是很期待 那么我们就在中秋节晚上 我们在什么 晚会里面 我们到时候见 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 让我们领受神的祝福 献上给我们的神 我们将最好的 我们的十分之一 我们的奉献 来献上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一起来奉献与神 我们下期再见 让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 主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阿们 在这时候 让我们安静着心 来聆听神的话 爱你 他 你是谁 尽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 或跌倒 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热比那热强 别人看热热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手热的人是为主守的 刺的人是为主刺的 因他感谢神 不刺的人是为主不刺的 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气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 放下半脚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税 我凭着主耶稣却知身性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若因死物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死物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赐贺 只在乎公义 和平并生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扶持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死物毁坏神的工程 凡物古然洁净 但有人因死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得罪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该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知责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赐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赐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我们兼顾的人应该单待不兼顾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色喜悦 使他得益处 见利得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是忍耐 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 我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我说 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格里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主的话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 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 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稣的根 就是那信起来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 大有盼望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会众请站立 主耶稣的圣福音记载在 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至三十八节 荣耀归于主耶稣 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凯撒利亚菲律比的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耶汉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你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匹德回答说你是基督 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去决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之话 匹德就拉着他欠他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 就责备匹德说 撒旁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识 只体贴人的意识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伤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伤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是基督的福音 赞美归于主基督 Shalom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 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以一个故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小时候我很常看一些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到狮子跟老鼠 有一个狮子在睡觉 然后有一些老鼠在玩耍 然后有一只老鼠就经过了狮子的鼻子 然后狮子就醒了 然后狮子的手就抓住了老鼠 然后狮子就要吃掉老鼠 然后老鼠就跟狮子求不要杀我 如果你现在放了我 有一天我会报答你 然后狮子就问他 你能够为我做什么呢 刚好那天狮子心情很好 然后就放了那只老鼠 然后有一天狮子在森林里面行走的时候 就不小心进到那个陷阱里面 然后他不能够从那个陷阱里面逃出来 然后他就在那个陷阱里面大喊大叫 然后那个老鼠就听见狮子的呼叫声 然后老鼠就向那个呼叫声的声音跑过去 然后老鼠就告诉狮子 不要担心我会帮助你 然后老鼠就用他的牙齿 把那个陷阱咬断 然后狮子就自由了 然后这个故事后面的道德教导我们什么呢 我们需要刚强的也需要软弱的 可能今天你很刚强 但是有一天你需要软弱的来帮助你 前几个星期呢我们学到的欣喜也是关于到爱你的仇敌 还有爱你的灵舍 今天在我们读的这么长的经文里面 我们要在这个经文里面 学到一些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上 Paul is addressing the Christian in Rome 保罗他有提到罗马的基督徒 他把他们分成两组的基督徒 一个是刚强的 一个是软弱的 我们要如何去爱一些软弱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 求祢以祢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用祢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然后去活出神祢的话语 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荣耀神 我们感谢祂祢 我们感谢 祂为祢祷祢 罗马书14章1节说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见到 我们不是谈到外表上的刚强或者软弱 这里说到的是信心上的软弱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四种人在罗马里面的四种人 就是在信心里面,在自信里面比较弱的人 而不是在困苦中你信靠神就代表你软弱 也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因信诚意是神给你白白的礼物 所以你是软弱的,不是 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试探阴诱 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试探阴诱 这里第一节的后半段说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所以他不知道对还是错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一些人觉得很肯定是对 但有一些人却很纠结 所以这里谈到的软弱是一个很敏感的基督徒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是谁呢 他们其中一个就是 已经信主过后的基督徒 他们很关心的就是 祭拜过的食物能不能够吃 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吃已经祭拜过的食物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吃祭拜过的食物 第二组的人就是禁欲主义者 他们很宗教主义 他们把自己与人隔绝,原理人 就好像那些修道者 他们就远离女人 没有肉 没有酒 他们就活在一个很宗教主义的生活里面 他们要克制自己身体的食欲 他们觉得我可以做到的 然后他们就才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主人是律法主义者 他们觉得只有信心 只有信靠神是不够的 你需要有一些行为 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些行为的话 所以他们觉得救恩不只是单靠信心 是要有信心再加上行为 然后当然的四个是义者 是人们在义者 非常严重的义者 现在他们就变成义者 第四主人是犹太基督徒 他们信主之前 他们是一个非常犹太教的人 他们很强调一些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在饮食上有很多的规矩 什么你是不可以吃 什么你可以吃 然后他们对一些宗教 觉得特别的严肃 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 当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主人里面 可能我们是其中一组 所以今天谁是软弱者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去爱一些软弱的人 我们需要欢迎他们 无论他们的背景是如何 无论他们的信心信仰如何 我们需要去包容他们的过世 需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需要善待他们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去胜过这些的严肃 就是 过一段时间 长眼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要求上帝来参与在这个事情里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彼得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彼得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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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犹太人不能够吃这些动物 然后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 你杀了就吃了 彼得说 他说 我没有吃过这个 我没有吃过这个 我会不会吃过这个 但是彼得回答说 我不能够吃 因为我从来都不吃这些 但是 这种意向就一直重复三次 然后他知道 这个是神的说祂 什么神说是清洗 你不要说是不清洗 然后彼得最后他发觉 当神说那个食物是圣洁的 就是圣洁的 上帝在预备他的思想要改变 就是吃 什么都可以吃 就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过后 我们要接受一些 你之前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就是他在预备彼得进去外邦人中间 然后当他祷告完了过后 跟女流就邀请他 去到一些人的家里 所以我们要敞开心 要让神圣灵来带领我们 不要抓得太紧 不要太固执 罗马书十十章五节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他这里是说我们自己要决定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如果你觉得是错的 你就不要去做 因为它是个罪 其实我们的思想要 需要被圣灵更新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需要上帝愿纳我们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 你认识什么 你认识是错的 你都不应该去做 但是 也在同样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不应该去做 因为其他人 我们这里说 我们不该做一些 我们觉得错的事情 另一方面 我们也是不要做一些 扮倒别人的事情 然后第三节说到 因为上帝已经 收纳了我们 接纳了我们 因为当我们看 每一个人 他们都是按着 神的形象被造 因为神爱他们 因为神也为他们而死 所以我们需要 接纳每一个人 我们活着 我们死了 都是为了主 我们看第六节 第六节 守日的人 是为主守的 他 who eats meat eats to the Lord 赐的人 是为主赐的 因他感谢神 他 who abstain does it to the Lord 不赐的人 是为主不赐 也感谢神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了尊荣神 今天我要引导大家 就是我们不要去想 谁是刚强的 谁是软弱的 因为软弱的 有一天 也是会讨厌 刚强的 因为软弱的 因为软弱的 也是会讨厌 刚强的 比如说 今天 我觉得 我们不能够 吃 祭拜过的 食物 但是 当你看到 有人吃的时候 你会讨厌 那个人 所以 你是软弱的 还是你是刚强的 所以 今天的经文 也是教导我们 软弱的 不要去论断 刚强的 因为 第十节 它说到 因为我们都要 站在神的台前 然后我们个人 只是把自己的 事情在神面前 说明 不要论断别人 当你不论断 人的时候 你就会在 和平中 生活 和睦里面 因为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是神的 仆人 所以教会 欢迎每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谈到 我们要怎样 去爱软弱的人呢 不是说 我们是刚强的 或者是软弱的 因为软弱的有一天 它会变得刚强 刚强的有一天 会变成软弱的 如果今天你觉得 你很刚强 你要小心 因为有一天 你会跌倒 所以当我们看 这整个状态 关于谁是弱 和谁是弱 我们需要 想想想 如何爱 互相 如何走 在爱 今天当我们 看谁是刚强 谁是软弱的 同时 我们也要 知道怎样 去彼此相爱 然后第十四节 它说 唯独人 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如果你觉得 做某某件事情 是错的 那你就不要做 因为你的良心 会告诉你 第二个 我们要小心 不要成为 别人的绊脚石 如果吃 食物 所提供 使你的弱 兄弟们 去跌倒 那你 shouldn't 吃它 因为你的良心 如果在外国的肉 能够绊倒 你的兄弟的话 那你就不要吃 如果在教会里面 别人认为 不可以喝酒 然后你在他们面前喝了 可能你会 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然后如果他们喝了 可能他们会犯罪 如果某一件事情 你觉得是对的 然后你去做 但是给别人 确实 一个绊脚石的话 那你就不要做 因为基督也爱软弱的兄弟 然后如果你让一个兄弟跌倒的话 那么你就在上帝里面 成为他的绊脚石 然后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很坚强 很刚强的话 我们认为 什么都可以做 然后我们 很懂一些经文 我们觉得 我们很成熟 那么你可能会 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这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什么都可以做 然后我觉得 什么都没有问题 然后可能有些人认为 我做了 上帝会原谅我 所以在我们做同时 我们有可能会成为 别人的绊脚石 所以我们要小心 去做每一件事情 经文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所以在彼此相爱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和睦相处 在17节说到 我们需要喜乐和平安 我们需要和睦相处 如果外面的人 看到教会里面 是彼此相证的话 那么基督的名字 就会被毁报 然后外面的人 就会问我们 信主的跟不信主的 他们也是一样 彼此相证 他们也是不跟彼此来玩 他们也是有分党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需要带出见证 所以外面的人 看到我们的话 他们会问我们 信主的跟不信主的 有什么分别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 讨神喜悦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些 人能够接受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行为当中 我们就展现了一些 爱人的行为 我们也要向别人 表明我们如何去爱臭敌 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 你继续爱他 你原谅他 你以你的行为 表证出来 你不再讨厌他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我已经原谅他 但是我不想跟他来往 这不是原谅 因为我们心里面 还是会讨厌他 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当作是一个测试 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那个人 然后你心中 还是有那种 讨厌的感觉的话 那么你还是 没有原谅他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要 去解决这个事情 第三个 我们要如何去 爱软弱的呢 就是要荣耀神 然后第一个 就是我们不要成为 别人的绊脚石 但是我们要做一些 造就他的事情 他可能想的跟你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 因为他跟我们的意见不合 然后我们不跟他来往 那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 你走这里 我走那里 我们要做一些造就人的 我们要做一些造就人的 如果你觉得那个人不喜欢这件事 那么我们就不要在他面前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跟随基督的榜样 我们要做一些荣耀神的事情 第四篇六十九篇七到九节 因我为你的缘故 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 在我身上 所以很重要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荣耀神 如果你以不一样的眼光看我无所谓 因为我需要做对的事情 但是我需要做一些能够帮助你去相信我所相信的 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要以真心话去跟那个人说话 但是我要去爱他 我要赢得他 不是去 不是去 不是抛弃他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上帝的热忱去做 所以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教会需要打扫 我们就主动地去打扫 不是因为我有领心事才去做 我做的是因为我爱神 我去关心别人 不是因为我有仇报 因为我是为了主而做 我想要他们进步 我想要他们成长 我想要他们成长好像基督的样式 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在别人面前活出上帝的样式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愿意为人受苦 我们基督也应该愿意为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放弃我们的权利 在15章里面给我们看到 罗马的基督徒要怎样去做一些给外邦人的一些榜样 当时的情况就是 犹太人不相信外邦人是他们的一份子 是救恩的一份子 但是在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 不断地让外邦人参与在他们当中 第九节我要在外邦中称颂你 意思说在那个聚会里面他们是外邦人 所以这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突破 然后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外邦人跟他们站在一起 就是他说外邦人你们要与主的子民一同欢乐 然后第十一节就是那些眼离神的人 今天他们也参与在当中 又说列邦啊你们要赞美 你们要赞美主 你们可以和我们一同赞美主 第十二节说到外邦人也能够拥有这个盼望 我们要怎样去荣耀神 当外面的人看到我们见到所有的人 无论是贫穷的或者是富足的 或者是有受过教育的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无论是什么种族 无论是什么信仰 我们接纳每一个人 然后我们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荣耀神 这就是爱软弱者 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爱他们 不是勉强他们 但是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榜样去影响他们 我们要怎样去保持那个和睦 我们要怎样去关心彼此 我们要怎样去关心彼此 不是单单靠嘴巴 但是也要靠我们的行为 然后外面的人就会看见 所以谁是软弱的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软弱 谁是刚强的呢 当你刚强 你要照顾软弱的 你要帮助他们成为刚强 我们要记得刚强的有一天会变成软弱的 当我们彼此帮助的时候 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要爱软弱的时候 神的名就会被荣耀 今天天父我们要谢谢祢的良善 我们要感谢祢让我们思考一些 我们没有思考过的事情 我们求祢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对别人的态度 无论他们是刚强的 可能他们是软弱的 可能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族 帮助我们做一些逃生喜悦的事情 也帮助我们能够为祢做见证 然后彼此相爱 我们能够向世界见证我们是神的子民 罪人要得赦免 然后我们要属于祢 我们感谢赞美祢 in Jesus name 道高风靠耶稣明主 阿们 阿们 祢是神的子民 祢是神社 fierce儿 祢是神社 耶和华你的荣耀降临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你子民 因你荣耀我不足敬拜 我手找是为了敬拜你 我手找是为了荣耀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主 因你荣耀我不足敬拜 圣在圣在圣在 细在尽在拥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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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得胜残爱待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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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跪拜 最贵荣耀 都贵宝所高雅 我手找是为了敬拜你 我手找是为了荣耀你 我手找是为了荣耀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主 因你荣耀我不足敬拜 圣在圣在 圣在 圣在 细在 金在 拥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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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得胜残爱待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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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跪拜尊贵荣耀 都归宝所羔羊 日日夜夜不停献烧 祷告如香不停生气 日日夜夜不停献烧 赞美献烧 永不断许 日日夜夜不停献烧 祷告如香不停生气 日日夜夜不停献烧 赞美献烧 永不断许 生哉生哉生哉 喜哉金哉鸿彩 荣耀荣耀荣耀 陪的手擦太大 生哉生哉生哉 全地向你跪拜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 生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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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哉生哉生哉 喜哉金哉勇采 荣耀荣耀荣耀 陪的手擦太大 生哉生哉生哉 全地向你跪拜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 尊贵荣耀 打由ocar 都归宝座羔 盃%t wearlosen 테들은 让我们一起来念 从光出来的光 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受生的不是被造的 以父一体的 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 主唯要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 由圣灵感运 同真理玛利亚 起坐肉身 并成为人 在本丢毕拉多手下 为我们钉十字架 被害受死埋葬 照圣经第三日复活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将来必有大荣耀在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他的国无穷无尽 我信圣灵为主 并斥生命的根源 从父子出来的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承接着先知传言 我信为圣儿公之教会 众使徒所传者 我承认赦罪事利的 度益洗礼 我指望死人复活 并来世的生命 阿们 惠众请站立 我们来一起领受主的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信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 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能的上帝 圣父圣子 圣灵所赐的父 将在你们中间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愿你们平安回去 是奉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站在暴雨中 梦消失无影中 看着低头的我 不想往前走 久违的笑容 你说要还给我 想起你说经过 我这点算什么 为完成的梦想 只能就此打住 前方的路曲折 你说携手共创 不怕流下的泪 梦想因爱发光 没有什么惧怕 只要不留一探 有你给的肩膀 我重拾了力量 以后的晴天 彩虹就会出现 不怕失败的我 要再次面对 再次面对